从伯大我们来看到 这一次以色列往北 痛打黎巴嫩的真主党 然后千里之外 他准备要狙杀 要修理伊朗 不管他打谁 背后你都看到了摩萨德的影子 而摩萨德在这一次 如何放长线养套杀 杀到你不知不觉 甚至伊朗内部的反摩萨德组织里面 满满都是摩萨德的人 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今天以色列 你要去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那么你想要借由空袭 来扎死位于地下碉堡的 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 第一个你要知道他在哪吧 第二个 你要用空袭的方式 把他扎死他 那你的误差值 我看不能超过那一两公尺 你才有办法扎死他吧 那你一定是有什么 有内印嘛 也就是说你要有理印 就是我们讲的卧底 然后你要有外盒 就是你的空袭嘛 而且还得随时精准掌握 你去看国外的一些军事片 美国要千里迢迢去炸中东某个 极禁组织的领导人 还要透过卫星 那你现在只是经用空袭 你就想要把这个 我们说的纳斯拉勒给炸死的话 可见 真主党不止领袖 还有那些高层们 你们周边早就有很多 要嘛就是摩萨德本身的特务 就卧底在你旁边 要嘛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线人 或者已经有很多的人 已经被以色列的特务组织 摩萨德给撤反了 好 那这件事情呢 因为随着我们说的 纳斯拉勒上升之后 才渐渐被曝光 外媒说 我告诉你啊 伊朗的最高领袖啊 哈米尼其实早就有发现 纳斯拉勒你身边有很多的这些 以色列的眼线 他已经提前预警 他要当心摩萨德在你旁边 埋了很多的特工 对 而且呢 是在当初的那个BBQ连环报 无线电连环报之后 哈米尼就马上告诉了纳斯拉勒 你哦 旁边太多眼线了 而且我们伊朗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只能 36级走为上策 赶快来我们伊朗躲 你从这件事情 你就会看到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 搞了半天 真主党现在啊 我管你现在什么 萨菲丁继位还是谁啊 他们现在觉得我背后 背景很凉 因为我的老大哥伊朗 似乎也找不住我了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结果就是 他们两个伊朗 跟黎巴嫩真主党 本身真主党心里想 我是你 抵抗轴心的马前竹 结果呢 你不再保护不了我 现在啊 你伊朗身边的人 我不敢相信了 因为你们也被摩萨德渗透 然后伊朗星说 你真主党身边的人 我也不信了 两边现在变成也会互相猜疑 好 这个就是以色列恐怖之所在 他不但能够挑拨你们 他还能够让你们 整个安全感全无 你谁以后还敢为伊朗效忠呢 周伯我问你 你刚刚提到了摩萨德的恐怖在于 再没有比接下来这个情境更恐怖 在伊朗里面有一个极为神秘的反摩萨德组织 而这个组织里面 居然里面都是摩萨德的人 这是无间道的中心反啊 摩萨德到底多恐怖 话说这个前总统他就讲 他说你知道我们当初为了想要抓出这些 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以色列摩萨德特务 我们干脆就成立了一个反渗透组织 他挑出了一个领导人 那个领导人还去挑了20个干员 都是他们 我相信应该也经过身家调查 一时之选 对 一时之选 而且一定经过身家调查 要身家清白 效忠伊朗 结果这个总共21个嘛 一个领导人 20个成员 竟然全部都是以色列的卧底 什么 你这不是请鬼拿药单 你去找的那些人 你自以为忠诚 结果这些人都是以色列 已经策反的这些卧底 所以当你想到了下一步的时候 摩萨德已经想到了下五步了 你的下一步下两步都在他的剧本之中 也难怪这个脸丢到全世界了 结果弄到那个领导人 还有那20名特务 不但没有帮伊朗去揪出以色列的卧底 反而呢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既然身份都快要曝光了 他们就渗透了伊朗的核设施 来 我们要晓得伊朗的核设施 那一定是只有一些高层才会知道 第一他的位置所在 第二 就算知道他位置所在 你要进去也比登天还难 因为他有四公尺的后钢筋魂泥土保护者 而且这些碉堡都是位在地下50公尺 核设施这么隐秘 外面又刀枪不入 那么里头呢 才会在最深处去放伊朗 号称有5000台的离心机 可是没想到伊朗前总统就爆料 你我成立这个组织 没想到这个组织 还反过来把我 这些核设施的5000台离心机 炸掉了90% 4500台 那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我告诉你 他们呢 其实一定是要理应外合 就是先策反了核设施里头的工程师与科学家 大概10位 然后呢 他们这些卧底呢 在利用无人机载着炸弹 然后以中远距卫星遥控的方式 让无人机载着炸弹 飞进碉堡地下50公尺下 我知道观众朋友听到这里有疑问 所以伊朗是塑胶做的 都不知道无人机载着炸弹飞进来 对 当时根据他们回忆 伊朗的核设施的保安做的自查 好 然后飞进去之后呢 那不是因为伊朗已经有10个科学家 工程师都被撤粉了吗 所以这些炸弹无人机载进去交给他 他们在偷偷地避开监视画面 去放在所有你想炸毁的离心机附近的 这些电器设备 我讲到这边 你已经知道了 从伊朗前总统的爆料 就知道他们的核设施 竟然可以被以色列这样子的恶搞 但你知道这个计划是多久以前实施的吗 是18个月前就做了 然后你伊朗还神不治鬼不绝 为什么人家说摩萨德真的是无控不入啊 观众朋友 您在收看报新闻的分分秒秒 随时伊朗要对以色列展开 极为猛烈的袭击跟反攻 为什么 我们先问 以色列的死亡笔记本又把谁给斩首了 伊朗已经预告了 接下来6个小时取消部分航班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播出报新闻的同时 伊朗随时会有反击的动作 伊朗一改过去克制的立场 现在已经为最坏的局面 全面来准备 那就是以色列的猛力报复 最艰难的时刻 已经要到来了吗 事实上中东的这样一个局势的紧张 我跟讲从各个的小动作里面 你会发现到好像战争 真的一触即发 现在伊朗的民航组织竟然宣布 从当地时间6号开始 要用营运限制作为理由 取消国内机场的部分航班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说 取消部分航班意思是还能飞 没有告诉你 基本上它等同于是机场 机场要封闭 而且这个时间是 等于是我们现在在播出的时候 它已经开始生效 什么原因要进空 这个机场附近的空运 因为过去认为说 可能在伊朗的所谓的领空的部分 接下来也很有可能 要嘛就是被发动攻击 不嘛就是他可能自己要发动攻击 所以现在看起来 伊朗确实把很多泰士做得非常足 尤其像你像画面上面 这种师资攻击之外 伊朗现在跟你做大外宣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 伊朗居然用说 我告诉你我的弹道飞弹是发射 而且你现在看到 这不是电脑特效 他们居然发射无人机 用无人机在空中 对准他们这个所谓的阵地的部分 同步这样飞弹都发射出去 这个是无人机的一个视角 拍摄出来的 伊朗飞弹发射的画面 而且它的无人机 基本上你看到定位就定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那是特地去锁定 而且就拍给你看说 我告诉你 我万旦齐发的画面就是这样 而且现在也被发现到说 像伊朗 它这一次看起来 攻击的这个对象 应该是在这个所谓的以色列 可是伊朗跟以色列 基本上不是在边界跟边界交界的国家 它不是上千公里远吗 它中间还隔了约旦 沙兰地 阿拉伯 叙利亚 这些国家 对不对 结果现在他们发现到很有可能 他们是用到流星三型的这个弹道飞弹 这个弹道飞弹是属于中层的弹道飞弹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而且它是属于液态燃料式的 所以代表是什么你知道吗 它液态燃料式 它又采取所谓的公路机动式 也就是我要发射的之前 我才把这个所谓的 液态燃料灌进去 那它可以打多远 可以远到打得到以色列吗 它现在号称是说它的射程 大概是在2000公里左右 那打得到 对 所以如果它今天要跨国的 这个来进行攻击的时候 看起来最有可能就是使用 所谓的流星三型 好 人居我问你 在上个礼拜之前我们看到了 以色列在K哈马斯 以色列在K印度的时候 伊朗相对克制 为什么他突然一气之间 拉高了对战的态势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会发现到说 伊朗之所以把这个态势拉高 很有可能是一些 他所谓的实质的领导人 在这一次这个被袭击 或干嘛之下 有可能陆续都丧命了 现在传出来讲说 伊朗的指挥官很有可能 死在黎巴嫩轰炸事件当中 那这个是他的所谓的 革命卫队的经略 一个叫做圣城旅的指挥官 卡阿尼 那传说也讲说很有可能 以色列当时在空袭黎巴嫩的时候 这个卡阿尼就已经 这个所谓的空袭身亡了 你的意思是说 就上个礼拜的事情 2000磅的专地带的夯下去 斩首了真主党的领袖 同时也斩首了圣城旅的指挥官 而且这个指挥官据传当时 是跟这个所谓的 这个真主党的接班人 撒菲丁他们这就是在这个 所谓的地下总部这个地方 进行秘密会议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身亡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证实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以色列方面现在传出 还不断的用无人机在攻击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正 深入到地下那个地方去看说 到底这个死伤状况有多少 我问你 以色列的死亡笔记本 如果锁定了这个圣城旅的指挥官 卡哈尼卡哈尼 他很重要吗 他当然非常重要 因为他是苏雷曼尼的继任者 你知道吗 苏雷曼尼 而且你想想看 他们这被称之为叫做 精略部队叫做圣城旅 就代表是他们其实手段 也是非常非常的凶残 你知道吗 所以接下来对于这个 以色列来讲 他之前所谓 一开始说用什么BB call呼叫器 然后再来就跟你讲说什么 无线电 现在跟你大规模的 在进行所谓的空袭跟轟炸 对于伊朗来讲 如果他这些所谓的继任者 真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 遇袭身亡的话 伊朗有没有可能 真正就发动更强烈的攻击 所以他对付 伊朗跟先前对付 珍珠党一样 我不但斩首你现任的指挥官 连可能存在的进任者 我一个一个一个 我都要收拾 所以现在大家在观看 就是以色列 如果你今天要把战事扩大 或者是你一次 就把它斩草除根的话 美国的态度就很重要 你知道之前 像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被问到说 以色列在攻击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攻击这所谓的核子设施 拜登基本上他的态度 都是什么你知道 他都是不赞成 因为他比较希望就是说 以色列跟这个所谓的伊朗 或以色列跟尼巴奈这些 他应该要有和谈 要有和谈的空间对不对 可是现在在选总统的 另外一个人叫做川普 川普他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就抱持不同的意见 他直接讲说 拜登那个回答是错的 为什么 他说以色列本来就应该攻击 伊朗的核子设施 他说你伊朗之前 也不断的用飞弹去打这个以色列 但以色列也是受到这个损伤的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直接攻击他这个核子设施 他说我觉得 我的答案是你们所想的 你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 而且大家会讲说 你如果去打他这个核子设施 会不会把战争变得更为扩大 甚至一发不隔收拾 你知道吗 川普居然 他果然是川普 他说先打 打了以后再去担心其他的事情 如果以色列真的展开了 最猛烈手段的报复 他会怎么做呢 事实上我们刚刚看到说 伊朗在做大外宣 我跟他以色列在最近 也很奇怪你知道吗 他的这个所谓的摩萨德 发布了一篇旅游指南 那我们讲以色列的摩萨德 他要发布旅游指南 旅游干你摩萨德什么事啊 而且再来就是旅游指南 要嘛就旅游以色列对不对 没有啊 他居然公布了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电厂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电厂它居然是伊朗的电厂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摩萨德你的旅游指南 去公布伊朗 而且很特别是什么你知道 他用这个空拍的部分 把整个这个伊朗的 这个所谓的 那个最大的循环发电厂的影像 跟附近的景色全部拍给你看 代表什么 你在周边的资讯我都有啊 都在我眼皮子底下 是不是有点预告的 如果我要猛烈回击的话 我第一个就打这个电厂呢 事实上这个电厂 它的发电功率将近三万千瓦 你知道吗 目前也是德黑兰用电的 最关键的一个电厂 所以他现在表面上 跟你发布旅游指南 到你这明眼的人一看就知道 他直接告诉你说 你这个电厂 其实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你知道我如果今天要攻击你 很有可能 我是势在必得 打电厂同时也要打油厂 打这个练油厂 那个是他经济命脉 什么打蛇打七寸 油厂就是伊朗的七寸 如果今天真的要断掉 一个国家最大的后援 经济力的部分 如果你把它一次摧毁掉 我跟你讲 基本上很难持久你知道 所以现在传出来讲说 其实以伊朗来讲 它最重要的外汇的 这个所谓的来源 其实来自于石油 现在的传出来讲说 很有可能伊朗 对 以色列 会针对这个哈格岛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产生攻击 为什么 因为伊朗的石油出口设施 几乎其中在这个所谓的 波安北部 其中最大的地区 就是在哈格岛这个地方 有90%的伊朗原油 都是从这里出发 所以这里都有非常多的油库 但你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这边被攻击的时候 现在国际已经开始在预判 就是如果你今天OPEC的这些国家 没有增加生产的话 很有可能 这个地方一被攻击的时候 全球的油价一桶 可能会上涨20美金左右 这一上来之后 对于全球的波荡 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 最近的伊朗 在更早之前真主党 然后再来哈马斯 南方还有一个夜门组织 以色列到底要几方开战 你要把这些地方 通通加萨化吗 所以现在要不要和谈 老实讲 你以色列要有想法 伊朗也要有想法 甚至你刚刚所提到的 其他几个周边国家 他们都必须要有共同的看法 才有办法往下走下一步 但问题是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居然去警告伊朗说 我跟你讲 我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你只要小心你的下场 可能会变成加萨或黎巴嫩 这代表就是说你伊朗 很有可能接下来换我 以色列要针对你了 这个第一个来自于是 美国官员现在已经表示说 哈马斯的领袖叫做辛尔 他以前大家一直在 希望能够游说就是说 你以他的这个战争 大家能够有和谈的这个机会 但是现在讲说这个辛尔 自己本身的看法日趋悲观 而且对于大家原先希望 推动所谓的停火协议 现在开始已经进行否决了 为什么 有一个说法是说辛尔 他自己觉得很有可能 你这个战争再继续打下去 我有一天也会死在战场上 所以如果今天我迟早都要死的状态之下 我干脆去攻击以色列 把以色列陷入到规模更大的 区域战争里面 那让你以色列腹背受敌 搞不好我也可以化解危机 那我问你 所以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 你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 你如此的口出狂言 他第一个死亡笔记本 就应该对他展开斩首行动 所以外界也认为说 你这个所谓的以色列很有可能 不会被你这个所恫吓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他的情报组织 跟他这几天所展现的决心 就是我不退让你知道 这里面比较特别就是说 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像辛瓦这个 现在有卡达的官员说 这也很奇怪你知道 因为辛瓦从这个8月份之后 到现在为止 几乎没有公开露面了 这个是非常极少数 在当时公开露面的一个画面 而且传出来讲说 因为之前以色列不是很厉害 用什么BB code 用那个什么无线电 然后就给你轰炸对不对 就炸死你这样 现在传出来 他已经回到最原始的状态 辛瓦对外沟通只使用纸跟笔 用血的你知道 用血的就没有电波泄漏的这个问题 而且你知道吗 说他虽然已经没有公开露面 但是他到底人在哪里 现在也不知道 有个说法是说辛瓦很有可能 已经被杀了你知道 可是你又没有证据 结果也有讯息讲出来讲说 这个辛瓦很有可能干嘛你知道 因为之前这个所谓哈马斯 有抓了一些人职 对于这个美国或其他国家来讲 人职的安全最重要 所以辛瓦很有可能跟其他的人职 这些绑在一起你知道 你要杀我是不是 那你连你的人职一起杀 你再给我钻地看看 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因为这个讯息一定是什么 刻意被放出来 也就是说美国你知道美国 如果他今天要进行这个 所谓的轰炸攻击的时候 他一定要确保你说周边 这个无辜人员 要减少到最低的死伤的状态之下 但是所以这个讯息一出来的时候 感觉上其实辛瓦也做足了准备 好 观众朋友当我们再看到了 越来越危急高张的中东局势 真正牵动全球经济的 还不是刚看到的地道站 而是这个地方 夜门胡塞组织 如何变成了全球经济发展 最大的一个胃爆蛋 过去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胡塞组织来讲 大家都常常提到 但问题是夜门在最近 居然被人家攻击 就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而且看起来都是用 所谓的战斧飞弹来进行攻击 这是美军的 这个乔治亚号的这个潜舰 居然攻击了大概15个 胡塞武装组织的这样一个目标 你知道而且当时美国 就已经直接讲说 我打击的目标是要 进攻性的军事能力的地点 然后我把你给摧毁掉 断你手脚 让你这个胡塞组织 没有办法再继续走 因为这一次出动 所谓的乔治亚号的这个潜舰 他本身可以攜带150枚的战斧 巡异飞弹 你还记得 灭国神器 美国当时在攻击的时候 是战斧就一直飞飞飞 就这样一直打 而且以目前来讲 夜门有多少能够燃结的能力 现在看起来 他这一次你刚刚画面上面看到 这样不断的 全部打到了 对 所以看起来是 美国也希望用他的武力 实质去恫吓所谓的胡塞组织 所以美国为什么花这么大力道 去断胡塞组织的手脚 因为他变成了海上游园运输 最大的一个威胁了 过去我们看到这些 所谓的胡塞武装组织 其实很久一段时间 没有发动攻击 但是他们也会看说 当局势很乱的时候 我就趁你乱要你命你知道 在这一段时间 胡塞组织居然去袭击 所谓红海上面航行的船只 而且他攻击的居然是 外国船集的他也给你炸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他居然去炸英国的邮轮你知道吗 而且你知道他使用了 所谓的弹道飞弹 还有巡航飞弹 无人机跟无人艇 去攻击这些所谓的邮轮 完全已经不讲武德了 而且更夸张的是什么你知道 他说我不是无差别的攻击 你不要这样诬蔑我们 他们居然去锁定就是说 我之所以打你这个船只 是因为你这个船只 所属的航运公司 你之前曾经把你的船 放在以色列的港口这里停泊 你因为你在那里停泊 所以他直接怀疑你说 你是跟以色列是有外面 你知道他居然发信 去讲说怎么样 他说你们被我攻击的这个公司 你们自己要去承担这些责任 所以你们以后这些东西 都要禁止去停泊所谓的 这个以色列的港口 不然的话怎样你知道 你整家公司的船队 都会面临被我制裁的命运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 以色列一国要对上 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伊朗联盟 美国身为以色列背后的靠山 强力的后盾 你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 美国用尽多大的力气 一样帮忙在抵挡以色列联盟呢 以色列的底气最大 还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你现在看得到的是 像伊朗什么 如果要攻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 美国一定要给予他很多的援助 你看在这一次里面 美国去拦截伊朗的飞弹 现在传出来讲说 他总共使用超过10枚的 标准三型的这个飞弹 但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 以美国现在来讲 因为他也有国防预算的问题 还有他生产量的状况 他一年大概只能生产15枚的飙山 一年15枚 所以他这次为了拦截伊朗的飞弹 一次用掉他一年的这个生产量 你知道吗 接下来就要看了 拜登在任内的这最后一段时间 究竟要采取什么样力挺的态度 而且程度到什么地方 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中东世界真正的大危机 现在开始危机倒数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马老师要带我们来看到的是 几天前才说 伊朗按兵不动 他一点都不愿意卷入以色列跟真主党的战火 结果伊朗动手了 发射了超过180枚的弹道飞弹 明显就是瞄准F35的以色列空军基地 还有摩萨德相关的设施 以色列呢架起了三层的防护网 一个晚上烧掉了超过400亿 也成功拦截来犯的导弹 以色列预告了 他一定会做出更猛烈而且更具毁灭性的打击跟反击 这个时候美国角色至关重要 拜登要架起防火墙 但是他拦得住以色列的拳脚吗 伊朗 重拳打了以色列 是 军相问你三个问题 是 第一个问题 以色列会不会反击 一定反击 一定会反击 第二个 他会怎么样反击 会怎么反击呢 纽约时报说 他会打他的核设施 会打他的油田 是 那就世界大战了 不得了 好 第三个问题来了 你说以色列打了伊朗的油田 打了伊朗的核设施 第三个问题 伊朗会不会再报复 会 一定会 但他太没面子了 是 打过来 中东全面战争 是 影响全世界 现在正往这三个情境走吗 对 台湾都不能免于其幸 千万千万 好 是 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状况 忧心忡忡 谁 美国总统拜登 立即跟G7的七国领袖 做了视讯会议 对 注意哦 拜登是代替七国领袖讲 是 讲了三件事情 是 第一件事情 以色列可以做出反应 是 意思说你可以去打伊朗 因为反正我要拦也拦不住你了 对 你去打好了 第二个 四度 各位观众 四度 不要打过头了 不要 四度什么意思 轻轻揍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个 不要去打核设施 打核设施就不叫四度了 是 拜登 拜登警告以色列 四度 好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伊朗这次 飞弹呢 是从六个地方 不同的六个地方 是 去打以色列的 对 那 他打以色列呢 缺点 你看这个 这个多可怕 六个地方 啪 一百八十一枚 这个中程弹道导弹 是 去打以色列 那 这个 缺点是什么 他这一次 虽然 很多是 发射车 发射出来的 但是你 基地的位置 飞弹的位置 都被以色列 增防到了 我告诉你 以色列回击 这些飞弹基地 都是第一时间 要被打的 打的地方 好 以色列说 全速拦截 我认为 以色列说大话 没有全速拦截 但是 也拦截了不少 因为 为什么 我们有看到 各位要知道 这些很多是碎片 是 很多是碎片 是被拦截 这些不一定是飞弹 这些是被拦截 打下来 所以 从这里可以看到 以色列确实 拦截力量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也有看到 飞弹落地轰炸 爆炸 但昨天都出来了 但昨天都出来了 好 最可怕是 英国航空师 飞往杜拜的飞机 居然在飞机 飞机上面 照到了 你看这只 等等 所以这个突如期 来连民航机 都没有被告知 对 你看 太危险了 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 是 飞往杜拜的途中 看到飞弹一粒一粒 你怎么可能闯过枪林弹雨 我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现在全世界航空公司 都插了一弹 是 又以色列要打回去 对 所以现在 汉沙航空已经说了 它今年完全不飞特拉维夫了 是 那包括荷兰航空也说 对不起 我三个航线全部停飞了 好 对不起 那最绝对一件事情 伊朗立即把两个视频放出来 你把两个视频放出来 一个视频就是 我的飞弹发射现场 哇 这个是极机密的 我就怕曝光它还给你看 对 看得非常非常 你看 哇 它的发射飞弹的 是 各位有没有看清楚 它这枚飞弹是在什么地方发射 车上 飞弹发射车上没发现 那它的飞弹发射的意思 它也知道以色列情报收集的厉害 对 它不让它看到 它的飞弹基地 好 情报发射车 咻咻 然后更重要一点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这发射是什么飞弹 各位一定要有经验 上一次以色列四月的时候 发射三百枚 三百枚都巡航飞弹 那是一试一试 很容易被打掉的 这一次是中程弹道导弹 不但是 看到没有 中程弹道导弹 不但是中程弹道导弹 更重要的是 居然被认出来 是伊朗的法塔赫极音速飞弹 极音速 对 好 极音速我一定要跟你讲 法塔赫它号称15倍音速 15马赫 那怎么拦得到它呢 射程可以打140公里 对 400秒之内 400秒 就飞越一千多公里 从伊朗打到以色列 是 但是 我个人在那边跟各位观众讲 我看它发射出去 我认为它没有到15倍音速 是 不可能 如果15倍音速 吹牛的 吹牛的 是 15倍音速 对不起 拦截不到 我甚至认为全世界 是 所有的防御员 包括美国的宙斯神盾系统 9倍音速以上的 都拦截不到 对 所以它不到15倍的音速 好 老师问你 就是说 短短一个晚上 摸黑的突袭 180枚的弹道飞弹打过去 它都打以色列哪里 好 第一个 各位观众 它打的两个地方 就是 以色列的两个空军基地 是 习近 你看 完全 这就是空军基地 注意看 这种可怕的画面 这个是以色列 内瓦地姆空军基地 我跟大家讲 内瓦地姆空军基地 以前全是F-16 现在F-16全部撤掉 换什么呢 F-35 隐形战机 哇 它是完全针对性的 它是针对两个 全部是F-35的空军基地 阻止以色列 F-35 空中加油 去奔袭伊朗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它最恨的是谁 我问你最恨的是 摩萨德 他跑去打摩萨德的总部 跑去打摩萨德的总部 那真的有一枚 就在摩萨德的总部旁边 你看 这就是摩萨德总部 各位看 这是这一枚 被没有拦截到 所以以色列说 全部拦截到不对了 这一枚注意看 就打摩萨德的总部 打到地上了 不得了 各位看 这枚打下去以后 现场 好大一个坑了 各位看 各位看 这坑有多大 看到没有 这个看得可怕了 就检就中程导弹 看到没有 但是没有打到摩萨德的总部 他打摩萨德的总部 马老师 以色列究竟会怎么样 去打伊朗 他真的会去K他的核设施吗 拜登是不准 拜登说你不要给我打核设施 但是我认为以色列 很可能去打核设施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就是叙利亚当年 注意看 叙利亚当年 做了一个核设施 2004年 以色列军卫星一直看到他 看到他之后 注意看 以色列派了八架 F-15跟F-16 八架出动 去丢了15吨的炸弹 直接轰炸这个核 反应 哇 炸掉了 15吨的炸弹 八架去轰炸 而且回来之后 八架的飞行员 跟总理国防部长 全部还合影留恋 以色列很少做的事情 那以色列把他炸了之后 全世界不知道谁炸的 以色列没说是我炸的 到十年之后 以色列告诉伊朗 我炸的 你有种再来看看 这件事情十年后才解密 才解密 好 导播看这张照片 这是他原来的样子 对 这他被 直接被开罐了 被开罐炸的样子 好 那现在 所有人都在问一件事情 以色列究竟会怎么打伊朗 我认为第一个 核设施会打 第二个 油田会打 这是他的命脉 第三个 飞弹基地 跟空军基地 瘫痪他的武装 他就这三个会打 对 好 那问题 到底怎么打 第一个 我要跟各位观众 一定讲清楚 你晓得伊朗的空军 是不堪一击的 伊朗的空军不堪一击 伊朗的空军 连台湾的空军都打不过 因为他是 第一半是当年美国 给他的F4F5 那很旧了 对 苏联给他 这个苏凯24 也很旧 他唯一还稍微好几 有一个 一个中队米格29 所以如果空军去 对 以色列空军 他是没有招的 他唯一的招就 他有全世界最大的 无人机群 是 他无人机厉害 第二个 他的防空飞弹 他有自制的防空飞弹 还有俄罗斯给他的 萨姆300 是 但以色列不怕这个 对 那以色列打他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用 中长城导弹去打他 对 而且他还有核弹头的 但是 我在这边给大家讲个秘密 以色列 究竟有什么 中长城导弹 这全世界秘密 连美国人都不知道 以色列从来不公布的 这一次如果他打伊朗 以色列最神秘的 中长城导弹 就会曝光了 是 第一个打 对 第二个打 就是用飞机去打 但以色列 飞机很远 就要空中加油 是 空中加油 那空中加油 以色列没有 长城轰炸机 对 所以 他就给美国说 你给我加油机吧 空中加油机 美国不给 对 不给 以色列又自己刻苦 是 把波音707 改成空中加油机 成功了 成功了 美国一看成功就说 那我卖你空中加油机 但美国空中加油机 要明年才会去 是 所以 以拖待变 所以如果他用F35 去拖F15 是 去打伊朗 他就要用自己土产的 对 波音707的空中加油机 去打伊朗 这也是以色列 空前的第一次实验 F15 这个炸弹卡车 去打熊猫啊 打熊猫 所以 究竟是 是 F15 F35 去轰炸伊朗 用自己土产的 空中加油机 还等明年 他等不到明年了 或是他最神秘的 从来没曝光的 中长城导弹 去打伊朗 好 那 这一次还有一个 关键角色 就是 拜登 下令 两个美国的 飞弹驱逐舰 去拦截 伊朗的 你说两天前 那个一页180枚的时候 美国有升空拦截 而且我告诉你 大家一定要知道 美国海军的 宙斯神盾防御系统 是全世界第一套 数位防农系统 它的正向雷达 看得很清楚 它有11个大型电脑 去帮忙算 所以它 它是非常非常准的 但它只发射 12枚 是 我认为12枚 通通拦截成功了 最后我要讲一个 以色列这一次 为了 为了这个 打伊朗 它三层防空系统 第一次曝光 铁穹 大家都知道的 低中高 低中高 是 铁穹大家都知道 对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大卫防御 是中层的 对 最后是箭矢 火箭就是高的 它三层防御 你知道 这一次为了打伊朗 它花多少钱吗 多少钱 烧了429亿新台币 为了防射180枚导弹 对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它的三层 现在有一件事情 我也要跟你讲 是 台湾跟以色列说 你的铁穹教我 你的大卫教我 你的剑士也要教我 我也要 中高层三层防御 这一次台湾 也在默默地观察 默默地学习 希望中东 不要爆发 全面战争 中东真的出大事了 以色列证实 已经全面发动了 地面行动 边境已经出现了 坦克大军 而黎巴嫩政府军 甚至往后急撤了 五公里 你来看看 这个天女散花的空袭行动 以色列已经为 地面部队进攻之前 动用了白铃弹 展开全面大清洗 大扫荡 两军的地面冲突 看来已不可避免 英国已经启动了 撤侨专机 美国更是增援了 好几千名的兵力 因应 可能失控的局面 当国际都在关注 以离全面战争 是不是会开打 但是以色列国防部长 贾兰特已经证实说 以色列已经做好准备 就是要打一场 七面的这个战争 什么叫七面作战的战争呢 就是以色列的 对抗伊朗的这个 以及伊朗 他支持的 他的一个伊朗轴心 包括伊朗在内 还有夜门的这个胡塞 就青年运动组织 然后还有 黎巴嫩 真主党 以及约旦和西汉 传统的这个巴勒斯坦 哈马斯的分支 以及加萨地区的 哈马斯组织 还有伊拉克 以及叙利亚 这形成了 以色列要对抗的 包括伊朗 及伊朗支持的 伊朗轴心 所以以色列 打了这个七面作战呢 他国防部长就不会赢 我就是要建立 中东地区的这个新平衡 而且美军现在也持援了 开了两艘航母去 然后这个出动了F-15 F-16 F-18大黄蜂 还有包括F-22 F-35都过去了 以及三四千的美金 也紧急要持援以色列 避免以色列陷入 他的防务空虚 当这个纳坦雅胡 以色列这个总理就讲说 我们的敌人 要一次的这个任期 以色列是一个强大 而且有能力的这个 摆平这些威胁的国家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出动 他的北舰行动 你现在看到画面上的东西 以色列之前不断的去空袭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还有空袭黎巴嫩 这个跟以色列边境 也就是以色列以北 这个北舰行动呢 甚至现在看到地面部队 其实已经开始往这个 以北靠近黎巴嫩的地方 去挺进了 这一段画面是 这个照片示出来的 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 走在了这个陆地上 像夜袭一样 这个据说是有至少 一百辆以色列国防军的装甲 在距离黎巴嫩 它的边际大概八公里的地方集结 而且你现在看到 以色列的坦克大集结 它的战车也已经 这个整个整装 整装带准备出发 集结完毕之后呢 甚至还有包括 我们在俄乌战事上 经常看到的 155公里的这个自走炮 重型的火炮 它现在也抛袭了这个 真主党的数十个 在黎巴嫩境内的目标 那以掩护这个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打法是非常的精准 我先空袭一遍之后呢 我再开始炮击 然后你要真的派地面部队 进入之前 我先把你这个里面清洗干净 所以黎巴嫩的政府军 已经紧急后撤了这个五公里 以防止现在这个以色列军队 已经要长驱直路的时候 黎巴嫩的这个政府军 还可以这个在边境变成 直接跟以色列敲锋 等于他先把他的这个边界 他的这个布防的这个地方 众生往后撤 好 今天我们来看 以色列的最大的重点 观众朋友 我们再说一次 他的地面部队 已经全面往北方 往黎巴嫩 往真主党去推进了 而推进之前呢 他居然展开了 这个让人看了头皮发麻的 空中扫荡 他动用了白铃弹 已经全面大清洗了 对 我刚刚说以色列 他要进行非常精准的打击 他首先就先大量的 这个空袭尼 黎巴嫩 这个空袭尼 贝鲁特 除了贝鲁特首都 不只是郊区 连市区 现在看到市区都空袭 所以也难怪 黎巴嫩的这个总理 他有坦诚说 以色列这一场军事行动 会造成黎巴嫩 至少上百万人 这个颠沛流离 战场之下 老百姓是最倒霉的 接下来不只是在 黎巴嫩首都 这个贝鲁特的市区 在贝鲁特机场 附近的一些郊区 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 也发动了袭击 而这个贝鲁特机场 其实才是真主党 他去走私许多武器 到这个黎巴嫩境内 这个用来真主党 去对付以色列的 主要的据点之一 那现在也被以色列 出动了这个空袭轰炸 把他给端掉了 那以色列甚至在 这个黎巴嫩的 很多的这个地方郊区 他投资了大量的 这个白铃弹 我们知道白铃弹 是国际禁止的武器 但以色列杀红了盐 他不管那么多 他除了空袭轰炸你 贝鲁特又轰炸你这个 据点机场 重要的这个军事要塞 阵地设施之外 他也要轰炸你有可能 这个藏匿的地方 先把你这根可能 对付他的这个 黎巴嫩真主党的 一些武力或残存势力 把他给逼出来 白铃弹我们知道 温度可以达到 摄氏800度 吸到2500度 尤其是容易附着在 人体的皮肤或者是衣服上 是非常残忍的这个武器 而且可以烧穿金属 但以色列就是要用白铃弹 对付你这个真主党 他的口号都是这样喊的 但是其实用白铃弹的时候 旁边的这个子弹 炮弹弹药是不长眼睛的 你难保你在对付真主党的时候 黎巴嫩老百姓不会遭殃吗 他狙杀了这个真主党的领袖 之前不是炸死了这个纳斯拉勒吗 那其实大家都在猜说 这不是在我们讲说 中国古老的这个孙子兵法 还有中国古老的36纪里面的 第18纪 勤贼先勤王 因为他不只炸死了 真主党的领袖 他也靠着他的这个强大的情报 网络 抓到了说 真主党的这个领袖 纳斯拉勒 还有旁边其他 像伊朗的圣城旅 革命位队的这个副指挥官 还有其他几个像他们 急于铲除了哈马斯的一些负责人 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贝鲁特 全部都被他的这个锁定之后 全部轰炸 至少这12名高官全部都上升 所以这个就是 勤贼先勤王的概念 今天晚上你听到了 近平刚刚描绘的 这个整个攻击发起的现在进行事 是整整一年前 我们看到哈马斯 在加萨团肯区发动 那惨无人道的猎杀突袭之后 以色列展开最猛烈的反攻 而且看起来 不会是一次两次单次的棋袭 它是一个绵密完整计划的攻击 他要重甘把所有的伊朗联盟里面的 逆着他的势力通通端走吗 而如果他要端走 接下来伊朗的动态就洞见观瞻咯 是的 以色列的数据当然目标直指伊朗 他也希望伊朗轴心的这些 组织国家力量 能够陷入群龙无首 接下来所以你看到 以色列的这个总理 就开始对他们的这个 伊朗的民众 录了一段影片 去跟他们喊话 你会想我怎么听错啊 纳坦雅胡喊话伊朗人民 他这个影片大致上就在讲说 你们需要推翻你们的这个政权 喊话就需要他们去推翻 这个伊朗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领袖领导人 然后当然纳米尼 恐怕会不会因为这样紧张 他认为说你必须回到几千年前 我们以色列跟伊朗 古时候的两族的人民 是和平相处啊 你现在这个政权是不可能 他们整天跟你们讲说 以色列多坏多坏 然后你们多好多好 用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等于有点在 想要帮他们做一个这个洗脑 所以当以色列的总理 录制影片向伊朗人民喊话的时候 以色列就希望策动民心 因为你看到没有 当这个我刚刚讲的 以色列把黎巴嫩 真主党领袖给炸死了之后呢 伊朗跟这个叙利亚人 已经在这个庆祝 这个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他们说这个他们黎巴嫩 真主党已经这个死了 那领袖死了 那对他们来说 可以激励他们的士气 所以以色列必须把这个 在黎巴嫩跟伊朗里面的这个民心 给把他给压下来 鼓动他们去推翻他们的政权 反而是伊朗是不是有点缩回去 伊朗这样很尴尬 伊朗缩回去 伊朗不是整个联盟的老大吗 洞见观瞻吗 他尴尬的地方在于 他又不想全面升级开战 以色列是吃了圣罗铁柱 我就是跟你亲面作战 伊朗在怕什么 在顾忌什么 他现在经济 尤其是新的总统出来之后 他经济也想要让他复苏 我在这个节骨也不要跟以色列弄你 然后再加上他最近又喊出来说 政主党可以靠自己 能够保护他这个自己 所以暂时没有像黎巴嫩 跟这个加萨地区派兵协助他们计划 改口了 上个礼拜才说 绝对不容许黎巴嫩南部 变成另外一个加萨 他说黎巴嫩我的政主党兄弟 不可能单独面对以色列 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怕卷进去了 那你这些伊朗的轴心 一个一个被以色列端掉之后 你现在缩手了 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哈米尼 那你现在难道 据说已经被带往这个重要的地方 把他给藏起来 不管是地下的碉堡 还是加固了这个阵地 就是加强对他的保护 因为伊朗看到了什么 我刚刚不是前面有提到说 里色列出动了空袭 轰炸了这个炸死黎巴嫩 政主党领袖 那里面呢 后来他们发现说 伊朗的整个中东的这个势力里面 最挺这个伊朗轴心的 尤其是在黎巴嫩 他的这个真主党那边 以色列空袭他的山区 在里面发现说 这个被墟里面 下面有一个伊朗制造的 法塔赫120弹道飞弹 你看到没有 这些都被以色列发现了 证实说这些飞弹的这个射程 大概是250公里到300公里 可以发射500公斤左右的弹头 证实以色列就是长期指控伊朗 你就是军援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嘛 把他当成你的小弟变成你们的轴心国成员之一啊 抓到了 所以这个红圈圈拍到的这个弹道飞弹 极可能就是伊朗最忌惮的 我会不会因为这也没被以色列拍到发现了 惹祸上身呢 所以他当然要赶快躲起来啊 而且避免被以色列像对布黎巴嫩真主党一样 精准攻击炸死他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以色列新型的炸弹 我们在讲之前在这个伊拉克伊朗的 以前的圣城部队的指挥官 苏莱曼尼不是被美军出动了这个死神的这个无人机 然后用这样一个忍者飞弹去把他给炸死 之前在这个哈马斯耶 豪斯尼巴嫩真主党的 他里面的都有指挥官死于这种忍者飞弹 这种忍者飞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在我们那种地狱火飞弹 AGN114 他里面不是采取那种爆炸的这个炸药装置 而是采取这种三片四片六片的这样一个钢刀 非常锐利尖锐的飞刀 这个钢刀他可以这个卷进去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十字型的破窗之后 他不会爆炸 他只是把你这个全面剪烂 精准的狙击狙杀你这样的东西的目标 这一面是车子的挡风玻璃 挡风玻璃才多宽而已 他可以准到只狙杀在这个红圈圈的范围 都不会滥杀到旁边的无辜啊 没错也就是假设这个挡风玻璃是驾驶座 他可以只狙杀到驾驶 他不会狙杀到副驾驶座 也不会波及到后座的人 可是一般传统的飞弹早就把他给炸死 所以当伊朗意识到说 万一以色列拿这种新型飞弹来对付我们的哈密尼 对付我们领导人怎么办呢 那你看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都可以在这个伊朗德黑兰的这个住宿的地方被炸死 更何况是他们自己呢 再加上以色列现在发现了这个真主兰地道 你以为只有哈马斯在加萨走廊 盖了成千上万的这个地下网络地道 以色列跟尼巴嫩边境 真主党也是盖了一大堆啊 现在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了这个里面 他现在发动小规模突袭 进入了尼巴嫩他的这个真主党的地下通道 而尼巴嫩这个真主党的地下通道里面 据说也是跟加萨走廊一样非常的复杂 长达几百公里 那真主党也是挖这些地道呢 要去通以色列才能对以色列产生 洗脑跟恐怖的这个勾及嘛 所以真主党的地道出现的时候呢 传统以前说武装人员还可以在里面骑摩托车 在里面穿梭 那地道路线非常错综复杂 而且空间非常的宽 据说很多的这个火箭弹 多管火箭都可以在这个 靠这个地道的系统去通袭 现在以色列他打算就把以色列跟尼巴嫩之间边境 能够威胁到他们这些基础设施 全部给端掉 然后把他们要该杀的目标全部给杀光 我们看到以色列真打了18年来最惨烈的空袭 黎巴嫩这一次遇上了 以色列发动了猛烈轰炸 造成了500人死亡 加近2000人轻重伤 一个最后通牒 是不是预告了 接下来45天 他要展开大清洗 以离全面战争 一触即发了吗 真主党 他号称是伊朗联盟团伙当中活力最强大的 藏在碉堡里的军火库难道通通被以色列盯上 精准打击点穴了吗 美国更进一步宣布增兵 不要忘了 灭国神器乔治亚核潜舰 一直潜伏在中东附近的海域 在哪里 他不告诉你 危机最显现 今天旺辰 带我来关注 好 所有抱歉的观众 紧张了 真的紧张了 这会不会是中东大战接下来的开端呢 现在以色列已经宣布要进入紧急状况 紧急状况之后 所有的时间是维持 先维持一周 那也希望全国的平民 希望能够先躲在地下的坑道里面 包括一些攻击性极强的地区 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 清晨的时候 以色列是大规模的血洗轰炸 这个是继2006年 以色列跟黎巴嫩战争最惨烈的一次 目前截至我们现在录影的情况 已经将近500人的 因为这样的空袭而上升生命 现在数字可能还在增加当中 那其实在轰炸之前 黎巴嫩南部的这些军民被轰炸地区 其实他前一晚有接到以色列军方的电话 以色列打了8万通电话给当地的军民说 你们赶快撤离 因为你们现在地方上 可能有藏匿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 或者他们的真主党的人员 在你们的民宅里面 所以要你们赶快撤离 结果通知完之后 就开始大规模轰炸下去 所以你就看到了 真主党他摆明了 他就拉他的黎巴嫩平民 当他人肉盾牌 以色列主动通知你们快走 当我把人肉盾牌清开之后 我腾出所来就用力的夯下去了 轰炸在黑色的夜行当中 爆炸声不断的发生 蹦蹦蹦 而且当下产生非常强大的震波 你看天上的云瞬间 都被这个震波给震开了 好 我问你 旺哲 看到这个画面老婆继续播 这个画面看到那个火光 你会发现它是挑过的 它是精准挑过的 这背后是8200网路部队 提供给它精准打击吗 你要知道 真主党是伊朗最强的团伙 它的所有的军武都藏在 硬的不得了的地道里面 它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 都精准点缺吗 对 你刚刚看画面 为什么我们说可以说 精准的打击 因为打下去之后 它爆炸声不是只有一个 它是蹦蹦蹦蹦蹦 连续爆炸声 那代表什么意思 我打到对方的火药库了 这会产生连续的爆炸声 甚至被整个真主党的火药库 被盯上之后 以色列的飞弹都打到训爆 再用这个猛烈的威势 大家看画面 非常的震撼 瞬间产生这个训状云 你知道现场的威力有多么大了 而且现场看 那民众是拿着手机来拍 结果拍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飞弹就咻 在他眼前直接爆炸 当下也震撼到 这个震撼连他手机都拿不完 当下赶快趴下来 所以你知道民众在看 这个飞弹袭袭的时候 没想到下一秒飞弹就过来 你知道这飞弹跟民众距离 有多接近 所以到底有完没完 你的BBCO同时引爆 已经吓死人了 结果又对奖机同时引爆 死了这么多人 这一次直接告诉你动真格的 是 这也是完整的 这个也是以色列 来告诉这个真主党 我完全知道你在做什么 甚至你能火药库藏来压力 我通通知道 而且我精准打击 所以你就看到 现在很多在黎巴嫩南部的民众 当下如果逃不了我 他们用手机拍的画面 其实尖叫声此起彼落 甚至他们的这个部里的那个 住家的部里通通都被震碎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画面 再来我们看到一个 有一个民众开车开到一半 结果发现 飞弹突然从天而降 在他面前直接打下去 吓死 吓死 就是这个画面 他开车开到一台 突然的大爆炸 直接爆炸之后 画面直接黑画面 那现在这个人生死未苦 不知道下一秒 他画面是怎么样 完全就消失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这样的情况非常危险 你可能连开车 你可能连开到一半 天外就飞来个飞弹 直接打到你的车子面前 那我们知道 其实像飞弹搭狂轰炸 甚至还有变成误打误撞的情况 为什么误打误撞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发射器 其实发射出去的话 它飞弹只有往直的 可是你看 这个飞弹它是螺旋撞的 而且是弯来弯去的情况 这是谁的飞弹 这个是黎巴嫩郑主党的飞弹 感觉上已经快要失灵的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说 为什么飞弹会绕来绕去 好像在盘旋 而且是 它盘旋之后 打造一个建筑物 等于是打到自己人的感觉 打到自己国家的建筑物 这个是变成 会不会是黎巴嫩郑主党的机制 已经开始失控了 所以郑主党的这枚飞弹 你看抖成那个样子 最后歪打正着 可是问题不是打到以色列 打到自己的 打到自己的话 就变成非常危险的情况 当然说黎巴嫩郑主党 当然也有去轟炸以色列 以色列现在也有军方 他拍到一个画面 天空中一个 为什么好像 看了画面 非常多拦截飞弹的画面 好 观众朋友 你现在看到的这段画面 等一下旺哲来告诉我们 这个是今天你看到这一则 军事冲突最惊悚的一个直击角度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 铁穹反倒拦截系统 你知道不管黎巴嫩郑主党 打了多少飞弹过来 它其实基本上 都可以瞬间的拦截 拦截率高达了九成 所以所有飞弹在天空中 都直接被拦截下来 他们居然也说 不管你以色列征统 丢什么东西过来 我通通都可以拦截 其实没有在怕真主党的反击 而且他们有非常良好的反倒系统 BBCO被渗透了 队长机被渗透了 难道连真主党的这个飞弹的 反攻整个系统 也被以色列渗透了吗 哪有这种飞弹 哪有这种飞法 大家看到这飞弹 原本是往前面打 往天空中打 如果打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怎么样 突然回转 变成回转式飞弹 往自己发射的地方回去了 大家觉得怎么这么奇妙 有一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真主党的飞弹 这真主党的飞弹 怎么突然巴股回去了 大家觉得莫名其妙 难道你的飞弹晶片 已经被以色列控制了吗 所以就变成360度大轨 因为我知道 上个礼拜我们谈这个BBCO 还有包括对讲界的情况 大家别忘了解 以色列是这个世界战略 科技排名第三名的国家 所以你飞弹如果 会往后走的话 大家也想说 那是不是以色列 已经渗透到你国家的 飞弹晶片上面去了 这只是刚开始 观众朋友 在昨天晚上的携起室的一个轰炸 空袭 我们要问要持续多久 来 他以色列已经对半岛电视台 下达了通牒 通牒当中被我们抓到了猫腻了 我们独家告诉你 可能这场战事 要一直打45天 45天 对真主党大清洗吗 现在会不会发生到 全面出征的一个情况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 因为现在包括了以色列的军方 突然突袭在约旦河西岸的半岛电视台分射 他一进去的时候 先跟这个分射的主任说 我跟你讲 现在开始我们要锁闭 关闭你的电视台45天 而且我开始要搜索 把所有机器全部搬走 摄影机 还有一些这些人员 通通给他请出去 45天 你看看 这个行动才刚刚冲进电视台 吓都吓死了 隔天 就18年来最猛烈的轰炸 我要是电视台的那个长官 我一定先吓死了 只算一个武装部队全部冲进来 是 因为这个电视台主任 他趁还在直播的时候 把这个宣讲的东西 把他讲出来说 要封闭45天 所以这个消息才曝光出去 那我问你 为什么针对半岛电视台呢 因为我们知道半岛电视台 过去都被这个以色列 有视为可能是有哈马斯的影子 在里面的一个情况 甚至我们过去都发生过说 以色列的这个组织 这个摩萨德 其实他过去有指责过半岛电视台 说什么 你曾经把讯息泄漏给哈马斯 说这个曝光在这个加沙地区的边境 有以色列军方人位置 所以你把这个讯息给了哈马斯之后 所以让这个消息曝光出来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现在这个 以色列跟里巴南的情况之后 要先把电视台先控制住 他怕消息走漏出去 或是说他可能接下来45天 要展开大规模的一个攻击情况 不让这个画面可以传到外面出去 必须要经过以色列的控制 才能够出去 掌握了媒体就掌握了这个世界 对于普丁来讲 他深知这个道理 另外一个火药库 我请亲民他们来看到 倒数六天了 欧战场普丁的最后下达的通牒 他现在时间不多 俄罗斯电视台先下手围墙了吗 他居然去模拟核爆伦敦的画面 要让全世界看看 200万死伤怎么造成的 伦敦是不是已经濒临末日了 俄罗斯最近不断的在威胁到伦敦 尤其是普丁面临的俄乌战事 似乎很难力往狂安 他是不是要把他最后的大武器 杀手剑丢出最后一张王牌 就是开始下战书 你看到的画面是俄罗斯的电视台 最近开始去模拟轰炸英国的伦敦 这个应该是很有名的泰晤士河 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核爆 那不敢想像 而且在模拟当中 俄罗斯他使用一枚当量 大概是75万吨的弹头 爆炸发生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太阳自热的燃烧 然后火球迅速的扩展 大概到每一平方公里 大概950公尺的半径 每一个困在核爆的火球的范围当中 几乎都会瞬间的气化 那气化是什么意思 那几乎就是瞬间的这样子整个 好像消失一样 你没有看过那个布置 极高温的空间之下 每一个人所有的活着都超过去之后 就好像那个不愁者联盟店一样 就整个消失一样 那是非常恐怖的 好恐怖 那估计至少超过200万人的死伤 在英国承受得了吗 那如果75万吨的核弹 直接丢在了这个伦敦 丢在了这个大笨中泰晤士河 这样的一个伦敦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恐怕不止200万人死伤 直接的去导致85万人死亡 这个英国肯定这个跳起来 好建平我问你 今天这段画面大家都在讨论 普丁啊普丁你在最后六天 完全没有眉目 有任何的机会 可以把占领的乌军赶出去 就放了这一段 你到底是暗夜吹口哨 还是普丁他真有底气呢 那是不是他真的有想要 丢这个底气出来 就是丢核弹 那问题是我们现在把镜头瞄准到 全球最强的洲际飞弹 北约代号SS18 他们自己的这个俄罗斯的代号 是RS36 欧洲北约就认为它叫做撒弹 这样的一个末日武器呢 速度达到23马赫 23马赫有多快 我跟大家讲 一马赫相当于1225公里时速 那如果是23马赫 就是27185公里的这样一个时速 那地球周长大概是4万公里 也就是说这个撒弹飞弹 一旦发射出去的话 它可以一个半小时 就绕地球一圈了 多快啊 那我问你 所以它快到你拦截不住 这个撒弹 如果它带上了核弹头 那就是核武攻击 快到你拦不住 我就问 我可不可以在你的发射井 趁你还没有发射 我就把他打烂你 尖偏它这个发射井 地底深39公尺 那它也是非常的 这个防护率可以承受 至少它的这个 600psi的攻击 也就是每平方公分 大概365公斤的 这样的一个弹量的 这个爆炸的攻击 它非常耐打 你根本伤不到它 我们不是在讲核爆的时候 会有这个 产生这个电磁脉充吗 所有的电子仪器 都会档机挂点 是 它在核爆攻击的时候 它的这个电站的设备 还有电子仪器 完全不受影响 它在前苏联时代 这不是新的飞弹 是 这至少是上个世纪 有研发了 可是呢 美国为什么 从上个世纪一直盯 它盯到现在 在890年代 就一直希望它被弹檢 当时全苏联 还有3000多枚 现在大概没有那么多 剩下几百枚 我问你 今天撒弹 撒弹是在最后才说哈的 现在什么时间 你普丁你认怂了吗 你居然把这个东西说哈出来 是不是代表 你已经弹尽圆绝 没弹可用了呢 你想想看他现在这个 攻打乌克兰 伤亡那么惨重 是不是在地面部队 几乎都已经被乌克兰 还有包括乌克兰 后面的北约跟美国 这样子帮忙架子 吹枯拉朽式的消耗殆尽 所以他是不是要打算 把这个核武丢出来 丢到欧洲 不只是英国 甚至像上个世纪一样 恐吓美国吗 那今天我们看到俄罗斯 这样的做其来有致了 因为他不只在俄乌的战场上 不断的去吓大家 然后把核武这个王牌 丢出来给大家看 他在这个远东地区 最近他在日本的北海道的李文岛 这个他附近的空域 也出动了他们一二三八 反潜机也是他们的巡逻机 他在飞行的五个小时当中 连续有三次呢 侵犯了日本的这个李文岛 他的这个上空的空域 那日本就紧急出动F35 跟F15战斗机去 这个做他的一个警告 想要驱离他 那其中F15战斗机呢 他就在他三度 侵犯到他领空的时候 他就发射了这个热燕弹 热燕弹也叫做热釉弹 是一种干扰型的 他可以对电子设备产生干扰 但是并不会对这个军机 产生一定的威胁 除非你真的很靠近他 那我问你 你这样讲下去的话 一个更巨大的威胁是 来无影去无踪的水下河攻击 普丁到底有多有底气 这个比较可怕吧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 现在普丁是不是陆军的部队都没了 然后剩下飞弹 但是他的海空军 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虽然在黑海的舰队被乌克兰 这个洗脑也大得差不多 但他还有太平洋舰队 他还有远东的舰队 所以你看到俄罗斯的潜舰 最近还有包括大西洋舰队 他还有这一支 那最近他就访问了这个古巴 在古巴的这个舰队 包括他的科尔斯科夫海军 岩帅号的驱逐舰 还有俄罗斯的亚生级 核动力攻旗检舰克三号 他到了古巴 就挑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 因为之前上个世纪 不是发生过古巴危机吗 虽然这个世纪 没有在这样箭拔怒章的状况 但是只要俄罗斯的军舰 他的舰队到了古巴 而且是演习过后 到了古巴去 美国也派了军舰 跟这个军机去监视着他 盯着他一举一动 就在于克三号这个潜艇 我们刚刚讲到 潜艇他可以攜带 火力强大的口径巡翼飞弹 这个是俄罗斯版的战斧飞弹 还有包括搞玛瑙飞弹 跟耗时他的这个飞弹 集音速飞弹 这种三款的这个飞弹 集音速飞弹 光是这个是俄罗斯 已经开始准备用到最新的武器 为什么 乌克兰他最近发现说 从这个俄罗斯攻击到 基辅的这个耗时高超速的 集音速飞弹 它大概射程大概超过1000公里左右 然后速度可以超过9马赫 那为什么发现 因为他们在空炸基辅的这个 这个飞弹的残骸 发现它上面写着耗时编号 SSN33 而且它上面还有这个 所谓的它的这个23066它的这个编号 也就是说俄罗斯已经动用它 极音速武器 是不是哪天它的这个弹 要打到差不多 它连这些射程员 然后威力强大的这个飞弹 或者是末日武器 都可能搬上台面呢 看完这一集 观众朋友普丁只剩5天 刚刚开场说6天 您看完这集 他只剩5天 时间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他真的赶不出去物军的话 他这是脸上无关 他要被狠狠洗脸 问题是现在的俄军 是不是已经不想努力了呢 主要是俄罗斯的民意 愿不愿意支撑他们 可是经过俄罗斯 他们有一个独立的民调机构 在9月中旬的时候 针对俄罗斯 800名的俄罗斯人 进行一个民调 发现说 竟然有49%的俄罗斯人 希望这个俄罗斯当局 政府可以跟乌克兰谈判 然后俄罗斯可以撤军 将近一半 对 不要打了 63%的俄罗斯人 甚至说跟乌克兰 双方和谈吧 乌克兰退一步 俄罗斯也退一步 也难怪俄罗斯人 其实他有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 其实各把月以来 他不断地去进攻俄罗斯的 库斯克这个地方 库斯克 后来乌军他又透过 海马斯的武器 去攻击库斯克 而且海马斯 他可以有这个 急速武器的作用 对俄罗斯在库斯克 急速武器 天雨散花 他就倒出去了 就好像这样子 整个散出去 尤其在库斯克 他很多的地方 是属于平原式的 他整个会被炸断 所以俄罗斯的军队 就很难再去通过这些桥梁 在库斯克可以去进军 去援助他们 不只这样 我们现在看到乌军 他去围困俄罗斯的 这个军队的阵地 他甚至用这个特殊的方式 去炸地堡 比如说他先出动无人机 去轟炸他 无人机轟炸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 乌人机跟这个乌军的士兵 他会一种协同作战 怎么样协同作战 你看到他把这个 地堡里面的俄军 给逼出来 二军就赶快跑 那接下来地面上的这个 乌军的士兵 就去追俄罗斯的这个士兵 引蛇出动 对 无人机先攻击他 然后把这个 二军士兵引蛇 逼出来之后 乌军就赶快去追着 追击攻击 好 你就看到 追击攻击最可怕的组合 我们真的关心的这几天 没有看过这么诡异的画面 太可怕了 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未来的战场 是不是机器人 我们在讲 AI跟机器人的对决时代 现在看到乌军 他用无人机载着这个机器狗 结果他上了战场之后 他把这个机器狗夹住 然后夹住他 因为载重量可以比较大 夹住的时候 到战场上放着 让机器狗开始去追俄军 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他去追俄军 而且他不怕中弹 他才不怕 机器狗根本不用怕 他可以做战场的侦察 而可以他以攜带武器 如果机器狗的背上 他在装一艇机枪的话 你看俄军怎么防 所以再加上乌军的这个无人机 他从天空上 跟地面上跑的这个机器狗 形成一个天上跟地上 这样的互相里应外合 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 变成一个新的组合战 也难怪俄军现在非常的头痛啊 武器爆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更幸福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武器爆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武器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花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